我覺得這一次麥卡錫來臺真正考驗的不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一面倒嘛 就歡迎他來嘛 真正考驗的是朱立倫跟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對人家會問你說 你歡迎他 如果他來 沒有實質的 利益 那又會造成 台海衝突的升級 那 這樣來是對台灣是好是壞 對 李朱立倫跟侯友宜總要給個答案吧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在國民黨這邊啦 就簡單講就是 有誰敢說NO 或者說做出 比較這個 現實的評價 那民進黨不會有這種聲音啦 你想也知道嘛 那朱侯可能不同調嗎 我這個就是考驗 因為你剛剛講到 何先生講到那個是沒有錯 就是說 台灣老百姓 因為這一次是在 佩洛西效應之後 你要知道上次佩洛西來台 大陸是在8月4號才 是佩洛西落地 大陸才宣佈軍演 而且也不是在佩洛西當時軍演 是佩洛西離開才開始軍演 所以佩洛西是8月3號當天到 然後就走了 對 然後中國大陸是8月4號開始軍演 對不對 所以台灣老百姓 對佩洛西來台 會有什麼後果 當時是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歡迎 就是朱立倫也歡迎 等等 大家都歡迎 結果他一落地 就立刻宣佈軍演 大家臉都歪了嘛 不是嘛 所以 麥卡錫這次來台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有一個佩洛西的效應在前面 那第二個是 大家會預期 大陸還會有升級的動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意會一面倒嗎 我很懷疑啦 那可不可以說朱 一樣很歡迎 但侯 他就講出另外一條更貼近民意 我覺得這樣就還是傷啦 因為侯已經講了不要當強國的旗子對不對 你的調子已經 有這六個字了 所以我才說有沒有可能 侯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一個黨人這樣嗎 有這樣的政黨嗎 這是重大的外交事件 你還可以有黑白臉嗎 對不對 我認為這種事情 沒有黑白臉的空間 沒有 就好比說你對大陸 我隨便講好了 有人就說梁文傑來是不是 要繼續跟邱垂勝一樣扮演黑臉 然後讓邱帶三扮演白臉 我認為沒有這個空間 中國大陸 跟你台灣政府來往 誰還管你黑白臉 對不對 就是你到底是交流 不交流 是不是要好好緩和 老百姓心裡只有一種認知啦 然後什麼黑白臉 你 你蔡英文跟 你跟賴清德可以黑白臉嗎 不可能嘛 你怎麼可能對大陸 賴清德跟 蔡英文來搞黑白臉 不可能 我認為不可能 對 就中美啊 對台灣來講都是大事 你只能夠有一種 一種對應 你麥卡錫 真的確定要來台灣 你大概也是要4月5 6號才確認吧 對 那假設說你4月5 6號宣布 那我臨時 我4月9號宣布軍演 而且就在巴士海峽附近 你怎麼進來 甚至包到台灣東部勒 有可能啊 就讓你沒有機會進來嘛 因為 你去想他能夠進來的路徑嘛 他可以這樣飛啦 從夏威夷飛關島 然後直接從台灣東部進來 你覺得這是直飛嘛 直接從美國這邊過來了嘛 如果是直飛嘛 那因為日本韓國都拒絕了 上次日本就拒絕了 因為日本會覺得這個不屬於美日共同防禦範圍 你把我無端捲入這不是我要的 所以 那上次是印尼跟新加坡不知道會有軍演嘛 那上次都已經挑白了嘛 所以你這次要從新加坡印尼上來也不可能 那菲律賓也不會答應 所以你只能直飛 直飛就是從夏威夷到關島 然後從關島要直接進來嘛 對 那直接進來就是 你從巴士海峽進來或者直接從台灣東岸進來嘛 那你去想嘛 我如果真的要找查啦 那我就突然之間宣布4月8號開始軍演 你要不要飛 那 我軍演就不講時間啊 我就可以拖到15號 你國會休會就結束了 看你怎麼辦 所以我的意思說事實上他要出招 不一定是中國大陸那些學者所講的啦 什麼無人機飛過上空啦 什麼封鎖外島啦 他還有更絕的做法 就先發制人 我先發制人演習啊 這招完全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可是這個啊 就會讓中美關係 緊繃啦 然後關係極度惡化 因為你等於就是跟 美國的眾議院槓上 那這個時候 這個比較好玩的就是白宮是什麼態度 因為這是不同黨 這不是裴洛西啊 所以變成白宮會不會跟中國大陸聯手來坑 這也是美方的考題啊 是啊 你不要以為白宮一定會支持麥卡錫來台 不一定 那果然聯手來坑你啊 所以你看你這個麥卡錫 做出錯誤的判斷 在戲啊 趁機利用一波 所以很複雜啦 幾乎確定他要從第三國 過來可能性是你 因為上次的經驗 對 那東盟國家 坦白說跟中國大陸更好 他合併 那連日本跟韓國都不願意了 那東盟國家怎麼可能 小媽可是才剛去過北京 那如果他4月 倘若4月10號真的來不了 他會改期還是就不來 不是啊他不是不能來啊 他可以從關島來啊 這不好看嘛 你要不要硬碰硬 對啊不好看啊 不會不好看啊 我跟你講這個人啊 有可能很好看 連選議長都可以 你15輪投票啊 你認為他4月 被卡住他8月就算了嗎 不會 他會繼續玩 這個人是 很鷹派的 而且是 他的選區是加州 加州共和黨能夠選上是 蠻詭異的啊 不過不管怎樣他的選區是加州 就是說 是很鷹派的 然後 是會硬槓 嗯 那 如果 如果真的4月發生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先發制人 然後讓你無法來 不得其忙而入 那我認為 美國國會跟中國就 直接落反了 他後面手段多了 嗯 他不是組了一個 對 中共 戰略競爭小組 對 對不對 那那個召集人就是他的 細涵 所以他招數多了很 他搞不好跟台灣就 展開四縣 聽證會啊 他說來這邊辦不是嗎 對啊 他說要來嘛對不對 那 坦白講他講的理由也很合理啊 他說 台灣軍購有180億美元被卡到啊 那我要幫你吹進度啊 我們要看看到底辦什麼事 所以我要來台灣做了解啊 這個合理耶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更大 為什麼 因為這要跟我們國防部對接 是 這個也是 很敏感的事情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 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 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酬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但是